你 你说这人生无常 昨天还生龙活虎呢 今天就要一命呜呼了 可怜呀可怜 都是他自找的 告辞了 他这是 走 珠子 咱不看看去了 看什么看哪 还不赶紧给潘老爷报个信去啊 报信 对对对 顺便再加一把火 公公公 这大老远的跑到我这儿来 就为这事儿 这事儿还算小事儿啊 我说你是真没听清楚呢 还是老糊涂啊 你儿子要死了 你怎么就不着急呢 急 怎么能不急呢 可俗话说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倘若小安能躲过这一劫 那是他的造化 可他要是躲不过去 我又能怎么着啊 潘远外似言诧异 这俗话说 事在人为 更何况 小安的毒并不是解不了 只是那胡义管 他见死不救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给那个胡义管施加压力 哎 公公的一番心意 我领了 那你这 还有什么事儿啊 不可理喻 小安 好样的 不愧是我的儿子啊 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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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东西 是不是真的急火供了心 还是真的得了老年痴呆啊 哎 主子 提气 提气 出 左 右 走 走 抬手 右边 准备换 手 手 好 去去去 一边玩去去去 猴将 猴将你看 今天这风和日丽 阴歌厌舞 要不咱们 隐尸作对 游戏人间吧 你还想不想活命了 我是在给你治病 不是在陪你玩 我知道 我今天 我今天 头有点儿晕 你扶着我一下 帮我扶一下 扶着我 对对对 舒服 舒服 这 你怎么扶我来了 揉吗我也会揉啊 好笑啊 哎 倒什么乱啊 他都病成这样了 你怎么点儿同行心都没有啊 但俩像生病的药啊 昨天两个这么大的肘子 全齿了一点都没上 洪秀 哎 人有贵贱 觉悟有高低 他有一天会明白的 我终将有一天 病死在瓦舍里 那微风吹来 是我对你们最后的思念 那语声犀利 是我留给你们最动听的话语 你们不要因为我的英年早逝 而遗憾 以为你们终将有更长远更美好的未来 听 你听听 你听听这是多么真诚的话语啊 啊 潘公子 潘公子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放弃生命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 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呀 对 起来练吧 洗手 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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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装的 你又怎么了 陌生呢 我好像 得了一种怪病 我即将 离开瓦舍 那草台上煮製的老母鸡 将是我送给你们最后的礼物 厨柜里的红烧肉 是我给你最后的告别 这是我的词 红烧肉 我的瓦舍 我即将离开我亲爱的瓦 盘小孩生病还生出理来了 我还真就不信了我 要是红烧对我也能这个样子的话 那该多好啊 这个死胖子 今天脾气怎么这么暴躁啊 李天照那小子就是属狗熊的 撂爪就忘 摆个大饼脸 也不知道摆给谁看 以后啊少搭理他 行了你继续歇着吧 我还有活干 红烧红烧 你别走啊 我不累 再陪我练会儿 我不累 红烧 公子还不累呢 我看你这忽视带喘的你 闭嘴 我男子汉大丈夫 是不是扛不住我 公子 你说你抢什么墙啊 血 你晕血吗 我是很久都没有见过血了 你别在这儿呢 你快去找人哪 啊 快去快去快去 来人哪 公子 来人哪 你太棒了 你也太好了 我第一次看红烧姑娘 对你这态度 这么大转变呢 哎呀 而且你忽视带喘 畏在旦夕 表现出了你所要表达的 淋漓尽致啊 而且你看你喷血的那一刻 论软度 论质量 论质量 论流量 那都是无险科技啊 我尝尝 新口味啊 有个香味啊 这 真晕了 真晕了 救救命啊 来人哪 来人哪 怎么样 我就说我们家小弯身体棒 没事儿吗 老爷 公子刚才他确实晕过去了 哎呦你懂什么呀 这是策略 你不这样 能骗到过胡一拐他们吗 爹 哎呦好小子 你演得够像的啦 哎呦好了好了 就剩下咱们三个人来 你还演什么呀 什么 你说什么 你看看 你看看 演得多像啊 你不这样 能骗得过胡一拐他们那帮人吗 老爷 公子又抽了 抽抽抽抽 啊 啊 公子抽抽抽到没什么了 嗯 他这一天 要抽好几十次呢 啊 生命 神为在 歹息啊 啊 你不告诉我 他是在演戏的吗 啊 你你你你你騙我 哎呀 老爷了 啊 啊 走 好 现在就跟我走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先跟我说明白 说明白 你装什么糊涂啊你啊 你听着啊 在座的都跟我一起走 我把房气地气都给你 潘府以后就是你的胡府了 我跟潘晓安静神出户 竹子 你看 这潘老远外 是终究沉不住气了 哎呀 潘远外 你这是干什么呀 干什么 你装什么糊涂啊你 你是不见兔子不撒婴啊 真金白银不到你的手上 打死你 也不会救我们小安的命的 喂 你真的以为我贪你那些钱吗 你把我回拐当成什么人了 人为财死 鸟为食王 有什么丢人的 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吧 你喜欢跳井也好 上吊也好 我不拦着你 反正我已经尽力了啊 再说了 就算 我想要你的万贯家财 我也没那个本事去拿啊 我没本事 没本事 你干嘛收我的钱呢 喂 为啥你收过你的钱财啊 不要胡说八道啊 嗯 还给我装糊涂啊 那天李天照去我的府上 收了我十五两 那那那这这这 收据还在那放着呢 你看看 天照 你过来 快过来 这事怎么回事 我还在火上煮着东西呢 我还在火上煮着东西呢 听着 你给我站住 哎呀 回滚 你 你们俩都给我站住 回家 我住在这挺好的 干嘛要回去啊 老爷的意思是 那是 落叶归根哪 要使 咱也使家里去 死 我快要死了 你给我闭嘴行不行啊 那个 爹的意思是 对对对对对 老爷的意思是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万一要试试 这我不还是要死吗 爹 我真的要死了吗 没有 没有 那个爹 爹的意思是说 你看这个地方啊 什么破环境啊 你看看这儿 这苍蝇乱飞 老鼠蟑螂满地的 咱家多好啊 回家吧 但是我得给胡掌柜练功啊 公子 闭嘴 再说了 红袖在这儿 就算死在这儿 我也心甘求愿 好啊 好啊 没事没事啊 好啊 盼盼最乖啊 没事没事啊 最乖了 最乖了啊 潘元外 请留步 哎 潘元外 怎么 你这就放弃了 我不放弃能咋的 他连钱都不收 可见 他根本就不会什么武器戏嘛 这世上 并非每个人都爱钱 要是对付这种不爱钱的人 我觉得应该想想别的办法 别的办法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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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 怎么了 嘿嘿嘿 看来你武器戏的招数 已经学得差不多了 检查作业 用不着像你这样 鬼鬼祟祟的吧 嘿嘿 不逼你一下 哪看得出你的真功夫啊 好了 对家儿 舅舅总算可以放心了 哦 嗯 我知道了 你又要开溜 让我一个人教潘晓安武器戏 哎呀 到现在是不能再拖了 再拖下去 潘晓安的性命不保啊 我不管 我就这么一个舅舅 你万一出危险怎么办 宫舅那么阴险 你哪是他的对手 可 可我不能看着他毒发身亡啊 你要走是吧 嗯 走吧 胡义官有一个大秘密 他其实就是当年的祖局高手 你 你 你真敢说啊 行 你一走我就敢说 来吧 好 我不走 来 胡义官有意 胡 押上个厕所总可以了吧 床底下有夜夜壶 看起来 可行不是你 陪我п老尽最后 曾一起走却 colon才也不软在Ь 坐远 你金联啊 不要唱了 为什么 你能不能换个调啊 怎么跟哭丧似的 有鬼听啊 反正也没有人听我唱歌 你管我唱什么呀 这都一上午了 也没有一个客人进来 你有毛病吧 就算有人进来 一听到今年唱的哭桑曲 也吓跑了 听着听着 坐着发呆干什么呀 到门口去拉些客人进来 好不容易轻松一会儿 拜拜 走过路过不能错过 我们锐和瓦社周年开张啊 欢迎您的光临 精彩的评书魔术 里面请了 陈老板您来了 进来坐坐啊 进来坐坐 进去坐坐 我就怕出不来 喂 您什么意思啊 我还有事呢 您走好 孙老板 我们新来的女儿红 孙老板 进去喝点啊 算了吧 我还没花够呢 你先别走 哎哎哎哎 进去坐坐 怎么了 不要脸 怎么说话呢 孙老板 这这这这 这什么这 这叫臭名远洋 臭死了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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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什么呀 怎么了 怎么了怎么了 舅舅啊 正慢慢没法干了 我跟你说 你看这些人 都说怎么坏话 为什么呀 胡一拐 住着拐 开黑店 发黑牌 胡一拐 住着拐 这怎么了 黑黑店 发黑牌 别别别 站住别跑 这怎么了 站住别跑 别跑 告诉叔叔 刚才的哥瑶 是谁叫你的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快说 啊 叔叔给你买好吃的 你告诉叔叔好不好 你猜猜 啊 哎呀你看看 这这 哎呀 这 舅舅别冲动啊 哎呀呀我没有冲动啊 你想不认为大论呢 我就是想知道啊 为什么要这样子 你舅舅别说啊 为什么要这样说啊 不要生气了不要生气了 看一看啊 舅舅你看那边 看一看啊 啊 醋局这第一大惨案啊 哎哎 哎 胡医鬼投毒下药 哎害人害急啊 舅舅别冲动 别冲动啊 现身说法 你你你你造谣啊 哎 造谣 人现在还在你那躺着呢 你还不承认呢 潘远外 人是你死机白累的 往这儿送的 你现在到他一旁 哎 对对对没天理啊 哎 你这姓潘的啊 你就不怕我告你废话 你你告诉我 你去啊 咱们一起去这些太爷啊 告诉你胡医管 嗯 小安现在连命都快没了 我还怕你告我 你问问这些人 他们是信你还是信我 真是 想什么呢 这就是偷奴害人的胡医管呀 好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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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要是 不把我的全部家产都交给他 他就不给我解药 救我儿子呀 mois 相舅舅呢 胡掌柜我是认识的 我觉得呀 他不是这样的人 对对对 恨凶 这人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的 上前的 上前的 我可是受害者呀 你们可是给我做主啊 既然是受害者 那你为什么不去报官啊 对 叫我肚头把他抓起来 我惹不起的呀 什么什么 姓胡的 你太缺德了 小姨们 别等他瞎说 你说谁瞎说呀 不是这样的 你这么缺德 你不怕遭报应吗 你为什么不乱乱说 不是这么回事 没有的事啊 我没人 走 帮他去见官 走 小姨们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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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他去见官 带他去见官 带他走 别 你 我误会 请小姨们 我误会 你误会 你误会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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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是塞翁失马 胭脂非福啊 没想到我这一病啊 换来了洪秀姑娘的耳鼻丝膜 就算是死了 我也值了 你能不能别老张嘴死闭嘴死的呀 你就坚持吃药 按时做操 保准日读过两年就解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舒服 我自己这病啊 我自己知道 恐怕是没几天了 哎呀呀 怎么又来了 我跟你说你要再这样我真的走了 哎 洪秀 你别走 坐下 坐下 坐 那 人生自古谁无死吧 我这儿一定是我爹上辈子没做什么好事 这报应都在我身上了 没想到到我这儿了 对对对 我得扛啊 对对对对 但是我有句话要告诉你 我爱你 哎呀 讨厌讨厌讨厌 洪秀 我是真心的 你说什么呢 这像什么话呀 我是真心的 哎呀 哎呀 都不是爱人 害什么宋 你不是人 我 你就当我是空气嘛 无色无味 无声无息 你们俩干嘛呢 有人追你们吗 快关门吧 应该不会有客人来了 都怪潘晓安惹的祸 洪秀呢 潘晓安 洪秀你能接受我吗 难道你不喜欢我吗 我 这么说你答应了 太好了你答应我了 洪秀你答应我了 咱们再庆祝一下 洪秀真的 哎 听着 你你你你怎么你怎么来了 你当他什么了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哎 我跟你说啊 听着兄弟 从今天之后呢 你和洪秀姑娘 就别再逆逆歪歪的了 这你兄弟我不这脚 但外人看起来多不好看啊 你说对不对 洪秀你说是 洪秀 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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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你听我说啊 他现在 他现在是病人 病人 بن情 不就中毒了吗 不行 你就答应跟他好了 肚子疼啊 肚子疼啊 胸膏疼啊 这儿 天照 我送了啊 我笑 疼这儿疼这儿疼 全身都疼 哪儿 就这儿 这儿 来 别动了 其实 其实潘晓安他这人 也挺可怜的 我也没说他不可怜哪 可是 你也不能因为可怜他 就答应跟他好啊 我又不是真的答应跟他好 你看他现在都快死的人了 我只不过说几句 让他开心的话罢了 他现在一天见不着我 他连药都不肯喝 那他要是一天不好 你就跟他好得了 天天服侍他呗 你多量大点好不好 肚子这么大 他心眼怎么那么小啊 这事谁能大方啊 为什么不能 再说了 你是我什么人啊 我 凭什么我跟谁见面 都得你批准啊 我始终我要治好的 你就别理他了 哎呦 我没听见他 你 其实潘晓安他真的挺可怜的 我又不是真的答应跟他好 你看他现在都快要死的人了 我只不过说几句 让他开心的话罢了 哎呀 到现在就不能再拖了 再拖下去 潘晓安的性命真的不保了 嗯 只有武秦夕这功夫才能救潘晓安的命 可这功夫背后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太好了 哎 哎 瞧一瞧五零米鸡蛋甩卖啊 特别便宜 什么武功都有 瞧一瞧 瞧一瞧啊 五零米鸡蛋甩卖 什么都有 好了好了好了 别叫了别叫了啊 哎 大神来一杯吧 枪身剑体 包围自己 特别的好 什么武功都有 瞧一瞧 我看看我看看 什么呀 专题都没有 骗人的骗人的 明明按着买着说话的 哎 哎 这位小哥 这位小哥来看一下 书记是人类进不得接听嘛 来看一看啊 买一杯吧 就我这小体格子我还练啊 整整眼睛吧 哎 不识字就不识字嘛 还说体格不行 哎 哎 小哥今天买点什么呀 不买了 昨天买的菜呀 还没有吃完呢 哎 我跟你说 你得多吃点菜啊 哎大哥看看正宗的无情戏 正版的 盗版的 盗版的 我肯定才是盗版的 我盗版 你敢再说一遍吗 你是盗版的 我今天让你大开眼界一下 你这盗版 啊 看着点 看着点儿 怎么样 看到没有 什么叫真正的正版 这呀 才是正版 你 盗版 小熊 我去报你 根据了不起 我也会跳水 那你得练得了 好 金莲 都没有客人 你还唱什么呀 别唱了 别唱了 要你管 我跟你说 镇上来了一个商人 你知道他卖什么的吗 我哪知道 你就没有兴趣去看看 来 五公秘笈不要钱 免费发送的 来吧 拿吧 不要钱咯 你们都是来买五公秘笈的 免费发送 不是买 是白拿 白拿 你看看 没的人都有啊 五公秘笈 看看 郑松的五公秘笈 这给你了 来啊 每人都有 来啊 朋友 每人都有 这都我要了 拿走 朋友 来啊 这都我要了 这都我要了 这都没有笔 让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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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让一张 让一张 龚老板 我走了 你们慢慢挑吧 我走了 走了 走了 进来 龚老板 你看 就这种破烂的书 它也叫五公秘笈 这是天大的笑话 真是的 你凭什么说我这是破烂吗 我这是正班的 你看看 图文并茂 装真精良 怎么能是破烂呢 瞧不起我 就这种书 也叫凌波微步啊 怎么了 这 这什么玩意啊 这 什么破书啊 它凌波微步呢 就这破刀板书啊 白给我都不要 走走走走走 你要说它是刀板 那都抬举你了 我觉得这种质量低劣 呃 灭绝人性的事情 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 那就要断死绝孙哪 对 断死绝孙 没错 小岁岁 来 我这还有更 断死绝孙的鬼话宝典 要不要 朋友们 正宗的武功秘笈 来 来 来 这破地方 真浪费时间 什么玩意是 断死绝孙 你骂谁呢你 骂谁呢你 你不长脑子呀你 我告诉你啊 以后少跟我这儿废话 我这 我只是打个比方断死绝孙嘛 我也不知道他这书是这样的呀 是 宝爱卿 朕叫你办的事可有眉目啊 为臣无能有父圣安 上天 真要缺了我肇事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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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公 我 我该使的招我全都使了 您说句实话 那胡一拐 你真的会不会那 那个什么武器器啊 你这叫什么话呀 难道我们公总管会骗你不成 哎 你你你 潘元外 你不用着急 你没见 那瓦舍现在已经没有人去了嘛 啊 我们如果再加大一些舆论的压力 他胡一拐 挺不了几天了 真的 他 什么呀 天照哥 手里拿的什么呀 是这么远手啊 买点篱笆 我给你打八折 不要 五折 五折行了吧 哎呀 这可是兔血的价呢 看看好报纸 哎 不要给钱 今年啊 怎么一天也不见个人影啊 周万一来个客人想听诚 怎么办啊 哎呀 找到也没有用 就算有客人来了 听他哭丧叫也吓跑了 别找了 对啊 来 给我尝尝 哎 你们两个 红秀 嗯 你怎么没去陪潘小安哪 请问我卖给他了吗 嗯 谁规定我得时刻陪在他身边啊 该做的垃圾赖之不灶 糟了你扫着吗 臭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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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 臭 臭垃圾 臭垃圾 看看以臭垃圾 臭垃圾 太不像话了 咱们这么帮她 她反咬一口 还得我差点把命打进去 这我怪不得潘元外啊 当初是我近子不救 这就叫做 报应 来 坐好坐好坐好 天朝啊 这回呢 你一定要听我说 走是吧 可是 你要走行 你要走呢 我就把你的秘密说出去 大家瞧一瞧 看一看啊 胡掌柜胡一拐 小伙众统可不能嚷了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嚷了啊 舅舅 你交代我那点事 我肯定办好了 那你怎么给我办啊 那我 李天照就不能够 有个秘密吗 我都猜你了 都猜你了 你来浪费酒啊 你这么胖你没事吧 我给你擦擦啊 别压了啊 知道知道 今天是第几天了 这算起来也有十余日了 竹子 这潘晓安看起来也只有出气 没进气了 我看你到底还能扛到什么时候 走 咱们去看看潘晓安公子的病 到底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哎 潘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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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他不会是躲起来了吧 以他现在的气力 走出这间屋子多难 去到处找找 我就不信还生起半口气的潘晓安 能跑到哪儿去 是的 主子 嗯 潘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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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了 这 这大活人跑哪儿去了 都找遍了 都找遍了 我前后院子都找了 就是没看见 哎 主子 莫不是 他回家了 你说什么 人没了 哎 我听小碎碎说 他把玩舌都找遍了 愣是不见人影啊 你干什么吃的你 你干什么吃的你 我不是让你看好了他吗 那你不赖我呀 那公子行完事 我 我 你 现在跟我走 跟我去找胡医馆 把人给我找回来 胡医馆 你把小杨给我弄哪儿去了 哎呀 我是真不知道啊 昨天晚上 人还在屋里呢 呦 这么说的话 就是昨天晚上人还在 那就是说 这人是再深也没的 俗话说啊 月黑风高 杀人夜呀 莫非是 啊 是你 你把公子给宰了 啊 什么啊 你怎么说话呢 大家要冷静一下 潘晓安不会死的 你怕他死在你们店里 你难脱干系 所以你就痛下杀手 把他给灭口了 啊 龙秋 你到底想说什么 哎呀 可怜的小安呀 你说昨天 还是个玉树林峰 活蹦乱跳的俏公子 恐怕现在已经被刀子斧子锯子 砍刀斑手大蟹八块 毁尸灭口喽 胡医怪 我跟你拼了 快来来来 快来来 这没我事 我先走了啊 别动 你们有权保持沉默 但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会作为呈堂正宫 哦 是你小子 我 还钱 还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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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把他给我抓了 对 咱们那笔账就一笔勾销 这这这这这 你得容我问 问清楚了吧 不是 你 是你报答案吗 你问什么问他 就是他害了小安的命 不是胡说八道 我可以证明 就是他 你胡说什么呀你 对不住了胡掌柜 原告证人俱在 麻烦您跟我走一趟吧 慢 你试不吓是不吓是不吓 那只眼看这这有坏人的 你怎么跟不坏的你 我 我 我是不是我 谁敢动我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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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来来来 你来来 我打死你我 你来呀你 还抓人你 放下 放下 发生什么事啊你们 公子 小爱 你没死啊 我没死啊 我怎么会死呢爹 公子 你病好了 你才有病呢 你看 我不是好好的吗 哪儿病啊你看 哪儿病啊 真的呀 苍天有眼菩萨保佑我 小爱你没事啊 小爱 武都头 你还不赶紧把他们都抓起来 人都回来了 还抓什么抓呀这是 潘小安所中之毒 只有全套的武秦戏才能解 这武秦戏 只有百戏图上才有 这胡义官 能把全套的武秦戏交给潘小安 足以证明 百戏图就在他手里 他就是偷取百戏图的飞天大道 这个李天照就是他的从犯 你还不赶快把他们抓起来 我 胡掌柜 你太有能耐了 真是踏破铁鞋屋密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来啊把爷俩都抓走 等等等等 听我说句话 你们看 要是指望他叫我武秦戏救我的话 我早就死了 还好是金莲 在地摊上 给我买了这本书 武秦戏 我才没练了几天 身体就好转了 于是我压抑不了内心的喜悦 我就上街 跑啊 跑 跑 我发现啊 这体育的乐趣真是 其乐无穷啊 哇 给我 哇 这不会是真的吧 那你 怎么会这样 你撒谎 地摊上怎么会有这种书啊 我撒谎 那天我去街上拿书的时候 你明明也在啊 我怎么会撒谎呢 还有远哥也可以作证的 是他告诉我的 街上来了一个卖书的外地人 是不是 对啊 而且大家都知道啊 独头独头 确有此事 那个人专卖武功秘笈 卖不出去 最后全摆送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各位 不好意思 我先告辞啊 告辞告辞告辞 不送